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网际网路应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网际网路应用的课程 在今天的讲次 我们要进行的是第14讲 我们要进行的主题是电子商务 我是竹江老师 我是林鸿仁 在开始之前 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的单元目标 在今天的单元目标里面 我们要介绍的是电子商务的付款保障机制 那么在最近的三个讲次里面 我们都在介绍电子商务的主题 包括电子商务有什么分类 包括电子商务我们在进行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一些中小企业 有一些使用者或者是我们同学 自己想要进行电子商务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怎么样的服务 怎么样的电子商务的平台 把我们在传统上面进行的这样子的传统方式的交易 来移转移植到我们的电子商务上 能够在我们的网际网务上 能够进行这样子的商业行为 那么在今天的讲次里面 我们主要就要来介绍 就是像这样付款的机制 付款的保障机制 那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之前的讲次都提到 电子商务它其实包括了像是我们的物流 金流 商流跟资讯流这样子的组成 这样子的分类 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电子商务的进行的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提供像是比较安全的付款方式 那么这样子的方法这样子的行为 它一定可以影响我们电子商务 是不是能够成功的一种关键的因素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好的 能够提供一个改善 我们在消费者在进行电子交易的时候 对于我们的网路的付款 这种安全利率能够减少这样的利率的方式的话 那么在电子商务里面 我们如果说可以找到更好的这种交易的保障机制的话 那么一定能够让我们的使用者 对电子商务产生更大的信心 能够在我们电子商务在进行的时候 它不容易受到这种商家或者是买方或者是卖方 或者是我们中间传输资料的时候 骇客能够减低这样子的伤害 减低这种欺骗的行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字卡上面的说明 对于某些交易保障的机制里面 我们有时候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在买方跟卖方中间增加一个公正的付款机制服务的业者 所以我们消费者在交易的时候 能够这种传输的货款 能够由公正的机构先行保管 等待我们消费的买方确认收获无误的时候 再由公正机构把这样的货款 汇给卖家作为履约的保障机制 好 那么在刚刚的字卡里面 我们就知道了有一种可以改善我们在电子商务交易的时候 被恶意的买方或卖方欺诈的这种行为的这种方法 降低这种欺诈行为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是说有一个公正的付款的机制的服务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跟甲方跟乙方进行交易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甲方要买的这种货款直接汇给乙方 那如果说乙方是一个欺骗的商家 欺骗的店家怎么办呢 我们把货款直接支付给他 那么乙方那就直接拿了货款 他也就不再把货品送给我们的买方 那这样子会造成我们买方 造成我们的消费者很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刚刚在字卡里面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在我们电子商务里面 如果有一个比较公正的 我们大家都可以信任的 这样子的公正的服务 比方说我们的付款的服务机制的话 所以以刚刚的例子来讲 甲方要把货款支付给乙方 那么这个行为就会变成 甲方把货款支付给我们的公正的付款服务机构 而不直接付给乙方 所以乙方其实是没有拿到钱的 那么这个时候由付款的这个服务 公正服务机构来告诉乙方说 他的货款已经支付了 已经支付了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货品送给甲方了 好 那如果说乙方能接到这样的讯息之后 能够把货品支付给甲方 那么甲方就可以能够比较安全 比较安心的来说确认 我的确可以拿到我订购的商品 那么如果这个商品能够正确的到达乙方的 能够到达甲方的话 那么我们的乙方也就可以因为这样的方式 跟我们的公正服务机构来请款 所以因为有一个中间的存在 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乙方是不是一个欺骗的卖家 那么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公正的单位存在 我们的卖家也不用担心说乙方是不是一个欺骗的买方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法 那么就可以让我们在电子商务进行的时候 能够让我们买方跟卖方这两边 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大的保障 主要就是因为有一个公正的服务机构 就是我们刚刚在字卡里面看到的服务机构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降低买方对于交易安全的那种疑虑 也就是说我们也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我们钱不是直接送给我们的店家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买方的这种消费的意愿 也就能够提高 那么同样的 我们用同样的这种保障机制里面 因为我们的付款服务机制的这种服务业者 会在买方付费付款的时候 再去通知我们的卖方说实际上他已经有付款了 所以卖方就可以因为这样子的通知来进行出货动作 所以卖方他也就不会去 好像说他很担心 我把我的货品送过去之后 可是我最后收不到钱 所以我们的卖方也不用担心出货之后却拿不到货款 那么同样的这样子的交易 这样子的付费的形式 对我们的卖方来讲 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这种保障 那么我们在刚刚提到了这样子的一种公正的服务机制 就很像说支付宝 那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网站上面看一下 就是www.alipay.com支付宝 来看看这样子的公正交易的这种付款的机构 这样的服务怎么样子对于买方卖方有一个更大的保障 那么作为我们电子商务交易的中介点 那这个付款平台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支付宝的这样的付款平台 那么它的地位 它的概念 就相对于我们刚刚所提的这种付款机制的服务业者 好 那我们现在就透过我们的PPT 我们投影片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所提供的这种支付宝的网站 好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支付宝的网站 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可能就透过支付宝的网站 这个交易平台来收款 然后来通知我们的卖方说 这样子可以付款的 那当然这个网站上面会有一些概念 有些付款方式 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 再点上去看一下 那这个页面实际上是提供了 它的首页 它首页的样式 好 那我们刚刚在介绍这样子的支付宝的 类似像这种公正的付款的服务的机构 可以有一个概念 就是可以保障我们买卖双方 在比方说买方在购买的时候 不用担心我们的店家是恶意欺骗的 那我们的卖方在利用这样的公正服务机制的介入之后 也不用担心我们的买方 它会恶意欺骗 它可能收了货款 收了商品的之后 它不会付货款 所以对我们的买卖双方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保障 这是我们刚刚所提的这种概念 主要的概念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继续 那我们欢迎同学再继续这个段落的讨论 那么在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种 一种付款的服务机制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利用字卡来理解一下 刚刚我们做一个文字的介绍 所以说在这种机制的交易运作的流程 我们看一下第一点 第一点我们的消费者就到网路商店去购物 那么接下来第二点 我们消费者会向购物金额支付给 付款机制的服务业者 不是给卖方 给服务业者 接下来第三个 我们的付款机制的服务业者 在确认我们的消费者已经付款以后 就会通知我们的卖方 我们的网路的店家来出货 第四个 我们的网路店家就会出货给消费者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所以在第五个部分 我们的网路店家在购物检视的 这种保障期约期满之后 就会向我们的付款服务业者来请款 那么付款服务业者会跟消费者来确认 商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这样子就可以进行我们的付款动作了 第六点 所以如果消费者在保障期间退货的话 也可以由付款服务业者向我们的网路商家确认退货 这个退货动作是没有问题的 那进行 由他来进行我们的退款 退款给我们的消费者 好 所以我们在刚刚的字卡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 在一个公正的机构 介入电子商务运作之后 那么它的运作模式可以是怎么样子的 那透过文字上面的说明 那同学可能就可以更加的清楚 那或许同学也可以利用像是课本上面的文字 来做一个对照 让这样子的概念能够更清楚 好 那所以说有些 另外如果我们再提 有一些电子商务 它其实的付款机制 是利用买方直接输入它的信用卡卡号来进行交易 好 来进行这样的扣款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 如果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我们是提供我们自己的信用卡卡号的话 那么我们传送给网路的商家 就会存在了一些安全的风险 所以呢 好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字卡 来看看这样子怎么解决 所以目前有很多的网路的交易的平台 它会提供比较安全的线上付款的解决方案 比方说我们可以利用买方来利用像是直接付款的机制 将我们的费用支付给我们的银行的这种交易模式 来降低使用者在安全上面的顾虑 好 那么在刚刚的字卡里面 主要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购买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输入我们的信用卡 那么这个信用卡我们其实是不经过我们的店家处理的 直接经过我们的银行 直接经过银行处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会有比较大的安全上面的保障 所以在字卡上面是说明的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如果在这样子的模式里面 那么我们的买方 我们在购物平台上面 我们输入的信用卡资料 他们就可以跳过像是我们刚刚的店家 不让他处理 不让店家处理 而是把这个资料呢 跟银行的部分来做加密 加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信用卡资料来交付 来支付给我们的付款银行 好 那我们再看看字卡上面的说明 比方说我们在露天拍卖里面的 一个付款快手的功能 就可以让我们使用者 透过像是金融读卡机 来读取我们的晶片的金融卡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电脑前面 很像在ATM上面来进行付款的交易 好 那透过刚刚的想法 那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像是在使用者 也许我们同学 比方说我们在做像是税款 税款的这种支付的时候 我们会支付像是我们的 信用卡资料 那我们会用一个读卡机 那同学就可以在这样的电子商务的形式里面 一样是利用我们读卡机 一样是利用像是我们的金片金融卡 让它去读取 然后我们输入的 我们的信用卡资料呢 就可以透过像是SSL的这种加密的传输 所以我们待会再来解释 这样的概念 那所以我们的发卡银行 就可以去利用我们这样的加密资料 来去解读 来去解密我们的信用卡资料 所以当我们的信用卡资料 在银行那边解密的时候 就可以去判断这样子的资料的授权 是不是可以正确的来进行这样子的交易 然后可以能够确保这样子的交易 比方说是信用卡输入的交易 能够有更大的交易安全的保障 好 那么我们就先透过我们的PPT 我们投影片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说明 好 那刚刚在介绍里面就有像是 露天的付款快手的功能 所以如果同学利用像是 露天拍卖的付款开手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像是 直接在上面输入我们的交易资料 然后输入我们的银行资料 那重要的是说我们在付款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像是读卡机 读取我们的晶片的金融卡 来做这种付款的动作 所以我们的金融资料 它会被另外跟我们的银行做加密 所以这样的资料 这样的金融资料 我们的信用卡资料 就不会再经过店家来做处理了 所以对我们使用者来讲 有比较大的保障 那么如果使用者对于这样子的 我们同学对这样的交易行为 是比较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去看看 我们其实有些拍卖网站上面 都会有一些像对他们付款方式的说明 主要又是让我们使用者 有更大的支付 在线上支付货款的信心 那么透过刚刚的说明 我们同学可以知道说 那我们可以利用像是 晶片金融卡 利用像是我们的读卡机 来直接输入我们的资料 那么另外呢 也有像是雅虎奇摩 我们就介绍雅虎奇摩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说明 好 那在资卡上面 我们知道说 它也提供了像是轻松付 也是另外一种交易的形式 让使用者用一个 有最高金额上限的虚拟账户 来付款 好 那么在刚刚的资卡里面 我们就知道 好 在刚刚资卡里面 我们知道就看另外一个 像是我们的雅虎奇摩 它的轻松付 一样在不同的 像是我们的露天或者是奇摩 他们其实利用 不一样的付款的策略 都是让我们的使用者 在利用 比方说我们的金融部分 能够有更多安全的保障 能够让使用者 有更多的信心来进行付款 所以像如果说 我们像是刚刚的付款方式的话 我们一样是利用SSL的加密 好 让我们使用者 在传输的时候 能够有更大的安全保障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PPT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刚刚介绍的雅虎奇摩的轻松付 好 所以在这网页里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 像是轻松付 我们可以买一个虚拟账户 然后利用这个虚拟账户 然后来做一个付款的动作 那这个账户里面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最高金额的上限 也许这个金额不要很多 然后我们利用这样子来做付款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说 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比方说如果真的是被骇客截取的话 我们其实的损失就不会那么多 当然这样子在交易传输的时候 都是经过像是SSL的加密 所以其实它在传输的时候 它会更有保障 好 那我们理解的时候 我们就再回过头来看 好 所以我们刚刚提供了一些名词 像是SSL的加密 那所以我们现在再透过字卡 再来理解一下 我们SSL加密它的细节是什么呢 SSL加密 Secure socket layer 我们把它称为安全的插口层 它是一种网际网路资料 安全的传输协定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 公开金钥的加密技术 作为用户端与主机端 来传送资料的加密的通讯协定 好 那么我们在字卡上面 可以看到像是SSL这种 加密的一个说明 那么因为像这样子的 加密技术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在像是 我们网际网路的这种 TCPIP的协定上面 可以像是HTDP的这种通讯协定 或者是FTP的这种通讯协定 或者是Telnet的这种协定 它的资料我们都可以利用 像是我们刚刚说的SSL的加密 加密技术来应用在 这样的通讯协定上面 所以现在会有一些 像是电子商务的处理 会有利用这样的加密技术 来进行应用 好 那如果说我们进行SSL加密的时候 它其实我们的使用者 跟我们的伺服器之间 它其实是有一些通讯步骤的 利用这样的通讯步骤 我们能够确定 我们使用者跟我们的主机之间 他们所传输的资料是被保护的 是比较没有安全疑虑的 那它有几个步骤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介绍这样子的通讯步骤 好 那我们就欢迎同学 再回来这个段落 我们来介绍一下SSL 我们在做这样子的加密的时候 到底我们跟我们的主机之间 怎么样进行比较安全的 加密的传输呢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跟我们的主机之间进行传输的话 我们使用者的浏览器 会先发出一个讯号 给我们的伺服器 就跟他讲说 就跟对方讲说 我们现在要来进行这样子的传输 所以就很容易理解 一开始就要有一个讯号 有一个信号跟我们跟主机之间 来做一个沟通 说我们开始要来进行这样的传输了 所以当我们的主机 当我们的server 当我们的伺服器接到这样的讯号的时候 他就会传送一个回应讯号 也就是我跟你讲话 你总是要回应我 所以你会回应给我 我主机会回应告诉我说 我们会有一个 我已经知道了 你要跟我做这样子的传输 而且我就把我自己的认证资料 跟我的回应讯号一起传给你 使用者透过这样子的回应 就可以接到我们的主机 传来他的公开金钥 他的认证资料 他的公开金钥就会传给我们 所以我们告诉他 他也回应给我们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主机 就会去确认说 这个是我们要跟他连接的server 我们就可以先做一个身份的确认 那接下来呢 我就会把我们这次连线的 连线的 我们待会要进行传输 会有一个加密的一个金钥 我就把这个金钥呢 透过刚刚我们在接收过来 他的回应的时候 会接到对方的主机的公开金钥 我们就把它加密 把我们等一下要连线的秘密金钥 利用对方的 利用主机的公开金钥来进行加密 好 那加密好之后 我就要把这样的秘密的秘文 再传给对方 传给我们的主机 好 当然这样子的资料 在进行传输的时候 如果被截取的话 我们比较不用担心 因为其实这个资料 都使用我们主机的公开金钥加密 所以谁能解开呢 只有我们待会的主机 因为它才有私密金钥去解开它 所以即使传输的过程中 被截取的话 其实还是一串 没有办法辨识的密纹 所以这样子的传递 是比较安全的 好 所以当然这个资料 最后会连到我们的主机 连到我们的伺服器那里 那接到的时候呢 中间它接到资料 里面有一个我们隐藏的 秘密的金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机 就会用它的公开金钥 去解密 当它能够用公开金钥 顺利的解开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秘密金钥值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主机就会可以接收到 好 当我们跟主机之间的 秘密金钥已经成功的连到 成功的交换了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主机 那它就可以利用我们的 刚刚告诉它的这种秘密金钥值 来做加密 那么以后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样的方式来做传输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象 实际上我们简单来讲 也就是说我们就利用 一种非对称式的一种传输 跟对称式的传输 把它组合在一起 我们要传送给主机 要跟主机沟通的时候 我们就利用主机的公开金钥 来去加密 加密一个秘密的金钥值 那么这个加密之后 只有主机打得开 当主机打开的时候 它解密了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消费者跟主机之间 就有一个共通使用的秘密金钥值 而且因为它在传送的时候 也是利用非对称式的方式来传输 所以我们就可以比较确定 这个资料在你跟我之间 在传递的时候 这个秘密金钥值是 只有我们两方可以知道的 那以后因为我们有一个 共通的秘密金钥 所以以后我们就可以用 对称式的方式 采取一种比较快速的方式 来做传输 那么这样的方法 利用对称跟非对称式 这两种方式之间的优点 然后来进行一个比较安全 比较迅速的传输的 这种方式 这是我们刚刚解释的SSL 的这种一种 像是我们比较有保障的 比较确定安全的传输方式 那刚刚的解释 如果同学在 比方说像是在我们的电视教学上面 欣赏的时候在观看的时候 如果比较不容易这么快的去理解 我们讲的意义的话 可以再利用课本上面的文字说明 那同学可以比较理解 我刚刚所介绍的这样子的 加密传递方式的真正的意义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透过字卡来看一下另外一种传递方式叫SET 那SET叫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这种电子交易的协定 它是用Visa Mastercard Nescap Microsoft 来共同开发的 主要是用来保护 我们在电子交易中的信用卡卡号 不要被有心人士或不诚实的商家来窃取 好那透过像刚刚的字卡的说明 我们就理解了 还有另外一种 我们的交易的形式 一种安全交易的传输方式是SET 那么在刚刚的字卡里面 我们知道了 像这样子的交易 这样的安全传输形式 其实我们真正想要保护的 是我们在传递过程中的信用卡卡号 所以在这样子的交易 这样子的传递形式上面的话 我们就必须把银行 把加入这样子的传递的一个对象里面来了 因为主要的 我们要保护的这种 信用卡资料 就是在SET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保障它 不要被商家直接的取用 好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 透过SET的协定 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的网路店家 还有我们的消费 比方说我们消费者的信用卡的发卡银行 还有我们网路店家的银行 这个四边就要一起加入 一起加入来做我们这样子的运作 那运作模式 我们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所以如果要运作的时候 我们消费者就会先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会传递一个SET的讯息 给我们的店家 说我们要开始来进行SET的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安全传递 那这样子的SET的这种应用软体会将消费者的订货单 订货的资料 还有我们的付款资料分别来加密 分别加密 所以它必须要用店家的资料 店家的金钥跟银行部分的金钥 分别来加密 分别加密 这种分别加密的资料 关于付款的部分 它会传给我们的网路店家 但是如果说是在我们的信用卡资料 它就会利用像是网路店家的银行 它的银行来利用它的公开金钥来加密 所以我们的概念其实蛮重要 就是在这一点 就是我们的订单部分 订单部分因为跟店家有关 所以由店家的金钥来加密 但是银行部分 因为跟信用卡部分跟银行有关 所以它就利用银行的公开金钥来加密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法的话 我们的店家跟我们银行 都会取得他自己负责的部分的资料 不会互相的去搞混 或互相的被不当的去使用 不当的被利用 所以在我们的店家的银行 会将付款资料 我们的付款资料 再传给我们的网路店家的银行 所以店家其实取得 我们这样子的信用卡资料的时候 他其实也没有办法使用 他就只能先再传送给 他的网路商店的这个银行 所以这个银行 接到这个店家的付款资料之后 他会跟银行跟银行之间 他会跟他的发卡银行之间 再把资料传送给发卡银行 来取得发卡银行的授权 所以发卡银行在确认这个身份之后 他就会去检查 检查我们的消费者的信用资料 如果说这个信用资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就会通过 所以我们的发卡银行 就会把这个授权 再传回给我们的电子商家的这种 网路商家的银行说这个信用卡资料 其实是经过授权的 是授权通过的 可以进行这样子的付款资料 付款的行为 所以我们的店家的银行 在接到发卡银行的授权之后 他就可以通知我们的店家说 这个交易是可以的 这个信用卡已经经过 他的发卡银行的授权 说这个是通过授权的 是可以进行扩款动作的 所以他就可以告诉我们的店家说 金流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的店家做到这样的资料之后 他就可以回应给消费者 回应给我们消费者说 没有错 这个我们已经收到这样的资料了 那关于金流的部分 关于银行的部分 也确认了这样子的交易 所以这个电子商务的交易 是可以的 是可以进行的 是完成的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 我们在比较安全的传输的部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刚刚就介绍了SSL跟SET 这样的交易 那基本上来说呢 我们其实都是透过 让使用者有一个更好的方式 来进行我们的网络的传输 那同学如果对于这个讲次 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利用课堂上面 或者是书本上面的说明 来做更进一步的认识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